一个高智商的小偷会怎样形切 他先是提前一周将小广告 贴到各家各户的门把手上 一周过后 如果小广告没被撕掉 他就会像回自己家一样 大摇大摆地走进主人家 进屋后 他熟练地打开座机留言 听着一家人的去向 然后用别人的牙刷刷牙 顺便再给自己洗个热水澡 晚上 他惬意地躺在沙发上 看一整晚的电视 作为借宿的回报 他会将主人家破损的东西修好 还会帮他们洗好脏衣服 最后再跟主人家的照片合影留恋 等这家人回来后 家里的一切纹丝未动 除了那个被修好的玩具手枪 泰石安然无恙离开上一家后 又顾忌虫师来到了一所别墅 他先是四下查看了一番 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角落的女人 女人似乎被打得不轻 他看到自己家闯进了陌生人 并没有声张 反而还默默地注视着泰石的一举一动 他看到泰石自顾自地做饭 收拾房间 还将自己的衣服清洗干净 然后浇花 打高尔夫 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让女人觉得 这好像是他家一样 晚上 泰石正躺在床上做梦的时候 女人突然拉开了房门 泰石被吓了一跳 他完全没有想到家里居然还有人 可是女人却没有如他料想的那样 而是安静地接起了电话 泰石想要趁机离开 泰石并未走远 想起女人绝望的眼神 他还是回到了别墅 刚进家 他就听到了女人无助的哭泣声 瞬间就觉得他好可怜 便为他打开了音乐 女人听到动静走出了浴室 却发现地上有一套搭配好的衣服 女人的心里感到了一丝安慰 莫过一会 女人的丈夫回来了 看到女人穿着自己最讨厌的衣服 他又将女人打了一顿 窗外的泰石冷酷地看着这一切 他拿起了球杆 打球声吸引了丈夫查看 他刚准备报警 就被泰石用高尔夫球击倒 一下又一下 丈夫被打得站不起身 泰石看了一眼女人 捡起地上的球便离开了 听到泰石的摩托车声轰鸣声 女人没有犹豫 走出别墅 跟着泰石扬长而去 两个小偷住进了陌生人的家里 可是他们却不偷任何东西 只是正常的生活 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自己家 泰石看着晾衣服的女人 觉得两人就像一对恩爱的夫妻 借助几天后 他们将主人家打扫干净 又接着前往下一家 这次他们来到了一个拳击冠军家 女人看着帮主人家修理录音机的泰石 拿出了一把剑刀 让泰石将自己的长发剪短 改头换面后 他又主动拿起相机跟泰石合影 女人喜欢上了这种生活 谁知等他们睡着后 主人家突然回来了 看到躺在床上的两人 主人家被吓坏了 男主人戴上全套 就将泰石抱揍了一顿 直到女主人发现家里没有丢失东西 这家人才好心放过了两人 落魄的泰石只能带着女人露宿街头 可是这次的经历 并没有让他们长记性 第二天 他们又在大街小巷贴起了广告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新的住处 可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 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独具老人病逝在了家里 泰石想要打电话通知他的家属 却怎么也打不通 没办法 他们只能将老人包裹好 将他下葬了 随后又在房子里住了下来 老人的子女接到电话 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赶到了父亲家 却发现两个陌生人在家里 他们赶紧报了点 警察搜寻泰石的背包后 发现了相机里照片 才知道他就是个惯犯 看到一声不吭的女人 他们认定女人是被他威胁的 丈夫接到电话后 就将女人接走了 就在警察以为 泰石杀害了老人后 却发现老人的尸体完好无损 检查后才知道是因病去世 但即使如此 泰石擅闯民宅的罪名 依然逃脱不掉 可泰石却对此毫不在乎 他在监狱里过得依然自乐 甚至还自愈自乐地 打起了高尔夫 直到这天 一个大胆的想法 浮现在了他的脑海 小偷利用视角盲区 常年藏在富豪的背后 富豪总觉得自己的身后有人 却怎么也看不到 而小偷如此矫健地伸手 竟是在监狱里练成的 他摒弃沉下丹田 让自己的体重变得轻盈起来 即使走在人的身后 也不会被发觉 他彻底消失在了空气里 就这样 他靠着自己的本领成功越狱 可预警愣是一点线索都没发现 而另一边被丈夫带回家的女人 整日里郁郁寡欢 面对丈夫的拳脚相加 他不再忍让 而是勇敢出手反击 一想到泰石 他的眼里就充满了忧郁 越狱后的泰石 为了验证自己是否真的消失了 他回到了曾经潜入过的人家 这些人明显感觉到有人在盯着自己 可无论他们怎么寻找 家里都没有别人 确定自己隐藏的本领已经出神入化后 泰石再次来到了别墅 富豪感觉到自己家里进了人 他赶紧拿起球杆查看 但却什么都没发现 等富豪进屋后 女人看到了跟在他身后的影子 他知道 泰石来了 等富豪睡着后 女人悄悄起来 在镜子里看到了泰石 等富豪闻声出来后 却又只剩下女人一人 富豪还以为妻子转性了 突然对自己这么生气 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女人 可就在他的身后 泰石走上前稳住了女人 至此之后 泰石就像个影子一样 紧紧地跟在富豪的身后 但却只有女人一人能看见他 即使富豪觉得时时刻刻被人盯着 他也没法看到泰石 等富豪出门后 泰石才会出现在视线里 跟女人深情地拥吻起来 而他们的脚下 体重计上的数字却毫无变化